很榮幸,也很感謝中央和行政長官對我的信任 今次任命我為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這個位置 這個新的任命對我本人來說可以說是一個全新的挑戰 但是憑我過去這麼多年在政府的行政管理經驗 加上過去跟不同的內地的部位的合作和相處 我相信我都可以升任這個工作 至於新的工作上,接下來我有幾個工作重點 都是要抓緊去推進落實 包括接下來有幾個重要的選舉 今年稍後會舉行的立法會換屆選舉 或明年的選舉委員會、界別分組的選舉等等 我都會繼續跟選管會方面緊密合作 確保選舉都是以一個公開、公平和誠實的方法進行 此外我都會繼續加強推廣憲制、憲法和基本法的宣傳和教育工作 令我們普羅市民對憲法和基本法有更全面 和更加深的認識 眼前我們工作是要盡快在疫情之後 振興經濟 在這方面我會繼續加強協調和推廣 我們大灣區的發展 我們大灣區的發展 数字